江建壽表示 传统装填火药方式的猎枪危险性高 是目前族人使用猎枪 发生意外最高的狩猎工具 昨人表示 由于现在材料越来越多样 猎枪的制作方法也有所改变 因为传统装填火药的方式很危险 才改为洗德丁的起火方式 目的就是增加安全性 那猎枪的技术也是会提升 也是会提升的 那猎枪的技术提升的话 就变成说我们会期待更安全的 不过在警方执行这项业务上 一开始就重申起立场 希望我们原住民朋友 不要因为这个东西放到法令去了以后 我们原住民朋友还不知道 万一触法的话 对他自己本身可能会伤害会很大 到底猎枪的使用应该注意其安全呢 还是据你法令规定的传统装填火药方式 才能核准使用呢 逐渐引起原住民各界的关注 记者高朝菲亚 弗龙台东采访报道